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烙印 第三集,她的小期待 快点快点,把林夏电话发给我关希儿刚一进门 就接到蓝清选的电话 你跟人家聊一晚上了,你没跟人家要电话 哎呀,我本想着送她回家的路上,跟她要的 结果她说,家里很近 没让我送她 隔着电话,关希儿都能想象到蓝清选那抓耳挠腮的模样 不过,蓝清选这个人并不老实 平时女朋友没少换 此刻要林夏的联系方式,目的在明显不过了 作为林夏的好朋友 她必须要帮林夏挡走这个花心男人 那就下次你,再再自己跟她要呗 哎呀呀,我的好妹妹 你给我吗,下次我请你吃好的 给你电话呢 不太合适,太唐突了 我把她拉进咱们群里吧 慢慢的,你们再聊 抵不住蓝清选的软磨硬泡 关希儿决定迂回一下 一来,这样也不算是直接拒绝了蓝清选 二来,以后林夏也方便多跟她去看球吃饭 两下方便 啊?蓝清选明显是很失望的 不满意啊,那我就不拉她进群了 我要睡觉了,不跟你聊了 别别别,你先拉林夏进来再去睡 蓝清选的语气里依然充满了失望 但是总算是有了联系方式了 不然下次见面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挂断蓝清选的电话 关希儿想着应该跟林夏和陆毅说一声 于是给他们分别打了电话 尤其叮嘱林夏不要跟蓝清选走得太近了 其实不用关希儿叮嘱 林夏也不会跟蓝清选走得太近 今天下午,她的心里被刻进一个身影 那个既阳光又绅士的身影 被拉进群之后 林夏第一件事就是逐个去翻资料 找路易的账号 很快她就找到了 但是出于女孩子的矜持她 并没有直接添加好友 而是细细地去翻了一遍她的相册 隔天,林夏一如往常早起去上班 在地铁里翻手机的时候 才发现有一份好友申请 还有无数条消息 林夏无奈地笑笑 那条好友申请不用看 她都知道肯定是蓝清选的 而那些消息应该就是群里 大家的聊天记录 无非是一些闲聊,调侃之类的 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林夏犹豫了一下 但是出于礼貌 还是通过了蓝清选的好友申请 不过,她并没有回复什么消息 她想回消息的人,可不是她 日子一如往常一般 并没有什么特殊 林夏每天依然是两点一线的生活 虽然蓝清选时常提议一起吃饭 但是林夏也都一一找借口拒绝了 林夏 头找你,去楼上会议室 安琪轻轻地扣了扣林夏的桌子 留下一个善意的微笑之后 便回到自己的工位去忙了 林夏一边整理桌面 一边想着这个时候 赵建平找她是要做什么 还要去楼上的办公室 林夏有点纳闷 刚到会议室门口 林夏就看见了赵建平 赵建平示意她动作轻一点 难道会议室里还有别人 林夏先轻声走过去找赵建平 经理,您找我 林夏小声地问赵建平 看上去有点神秘 今天呢,是总部要向咱们临时借调一名助理 各部门的经理助理都需要来面试 事前任何人都没收到消息 所以也都没有准备 赵建平小声跟林夏交代着 林夏借调是什么意思,你懂吧 林夏微微一笑 她当然知道 总部已往林时借调走的人 最后基本上都被留在了总部 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虽然职务上是平调 但是薪水会涨 工作职责也会略有调整 平台也会大有不同 虽然我很舍不得 但是这毕竟是你职业生涯中 至关重要的一次发展机会 赵建平语重心长地拍拍林夏的肩 说舍不得是真的 林夏一走 她恐怕再难招到这么努力 又这么聪明的助理了 但是 她也并不会阻止林夏的发展 毕竟总部的机会 确实比她这里多很多 自己好好把握 谢谢经理 一会儿综合办的助理出来 你就进去 记得要十分谨慎 今天面试的 可是总部分管行政的副总 赵建平不放心地叮嘱道 提起这个副总 林夏微皱了一下眉头 这个副总她早有耳闻 听说是挑员工 除了专业之外 对外贸的要求也很高 听说当初林夏能迅速通过面试 就是因为林夏在面试的时候 这个副总刚好路过 隔着玻璃 看到了林夏 综合办的助理出来的时候 看到等在门口的赵建平和林夏 微笑着点点头 算是打招呼了 林夏长吐一口气 敲响了会议室的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